原汁大学艺术和设计系系团队 从2月6号起在驱使国小开办围棋5天的iQmo东令营 带领小朋友结合在地文化、城市设计和创意实作 自己动手做出独一无二的iQmo互动机器人 启动开关iQmo机器人马上依照设定的指令动起来 原汁大学艺术与设计系系主任林楚清副教授带领团队 从2月6号起到10号在驱使国小开办围棋5天的iQmo东令营 课程内容主要是强调在地文化、亲子共创与数位始作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带领学童 动手做出独一无二的iQmo互动机器人 我的iQmo它是地狱幽灵 然后它就是它有一天来到了地球 然后它不喜欢再晒太阳 所以它自己做了一丁帽子 然后它带了三个宝宝 然后它按这个时它喷火给你很生气 iQmo机器人运用林楚清副教授团队 自行研发设计的机构设计包 透过感测模组拥有感知互动功能 每个学生所完成的机器人造型都不一样 并且可以执行不同的动作 作品从设计到完成耗费不少时间与努力 但孩子们都相当有成就感 那这只柜是我们的课程的规划 有透过数位制造 它要学雷射切割 怎么画图 然后切割 然后做机构的设计的组装 我们有机构材料包 然后它自己要组装 然后还有就是写程式 主要程式的部分就是做一些互动的部分 那之后这个iQmo这一只怪兽 就会让它带回去 然后它可以持续给它 就是用不同的程式控制 iQmo东宁营是林楚清副教授团队 参与由法兰茨主办 结合艺术创作与偏乡教育的年度性工艺计划 今年特地选择曲曲国校进行创意教学 曲曲国校校长林贤文表示 iQmo东宁营不仅教小朋友正式程式 制作机器人 丰富有趣的课程 让学生对数位创意艺术有更深入的体验 那也特别谢谢源自大学林楚清教授 带领的团队来帮孩子做一个想象计划的一个营队 那这个营队是由法兰茨基金会来赞助 那这样子的活动呢 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在地文化 然后亲子创作 然后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发表 源自大学团队也期待 透过这次的创新教学 让教育不再只是单向被动学习 也帮助学生自己找到学习的意义与价值 记者陈小旦 张文琪 新店采访报道